传统文化 风俗习惯 诡计多端的魔鬼 无时无刻都可以扭曲他背后的意思 迷惑无数人的灵魂 不过更令人心寒的是 人对邪灵的戒心降低 甚至可以和平共处 就是有把女声在我旁边说 收声吧, 别唱了 讲述熟灵争战的福音电影 幸福奇迹的编剧和演员之一的叶欣云 虽然一直没有主动接触灵界 但也见到不少灵异事件 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鬼的时候 大概是中学二、三年班 那时是农历七月附近的 因为那时学校有活动 所以我整个暑假都要去排练 持续排练了一段时间之后 每天都要十二点多才回到家 有一晚应该是十二点左右 我就搭巴士下车 我那时是住在上街 我下车的地点就是下街 我就下车要走上去 你应该会有一条大一点的马路 但那天经过一条小巷 我就停下了 经过一条巷的时候 我突然有把声跟我说 你进这条巷就可以直接穿过 就可以回到家 最快回到家 我就看着一条巷 我就觉得我要快点回家 我就进了一条巷 我就一直走 我后来就发觉前面 我走进一条巷 那里面就有个女人走出来 那女人是长头发 穿着红色裙 我不断向前走 就在我跟那个女人 快就快相遇的时候 我突然低头 就看到有只老鼠的屍体在地上 很大只 我就吓到整个跑回到巷 然后我一跑回到巷 我就转转头看那个女人 我怕她被我吓到 然后我就发现 她一直向我的方向走 但同时她的后脑也是向着我的 即是她的头应该是180度 倒转了 但虽然这件事很离奇 但我看到那个女人的情况 我是一点惊慌都没有 我心里面还是觉得 我要快点回家 然后我就没有表情 走了另一个路就回家 到第二天睡醒了之后 我才… 昨天究竟看到什么呢 我就想可能是看到鬼了 遇到灵体 未必人人都好像想象中那么害怕 相反,有人会平常心 跪咎于时运低 又或者有人会很兴奋 想再深入探究多些 但是无疑两个选择 都是引火自焚 因为当你作出任何妥协 都是为魔鬼留地步 无情地伤害你 我就是住在上环紫宅街附近 以前我经常回家 都不觉得有什么 其实头上就是那些紫宅公仔 会挂在那裡、衣包 很多时候我们走过 都会碰到它 但因为从小到大 都在那里长大 就觉得没什么 但自从第一次中二、中三 遇到后 大概过了一、两年的农历七月 我又有一个类似的经历 我最初不知道 后来我发现 原来我一踏入农历七月 我整个人都很不舒服 就开始感觉到自己很虚弱 有一天我发现洗澡的时候 然后背部有人刺我 而且那个感觉是有人用指甲去刺我 像是女人的指甲 我洗手间也不太大 我转过来看看究竟是否有昆虫 但我看了很久都没有 我很害怕 自此我经常洗澡 都会叫家人在外面等候 但我自己也会唱着歌 洗澡 相信很多人都会 那便会壮胆 但有一次我又是唱歌洗澡 那我就一直唱 一直洗澡的时候 然后有一把女的声音在我旁边 就说 不要唱了 然后我就整个人被嚇到静了 我就立刻收声 然后就说对不起… 对不起…我不再唱了 自此之后 我们就搬到了那个地方 但是比邪灵骚扰更恐怖的是 你会不经不觉 习惯了魔鬼的存在 究竟有什么攻略 可以粉碎这种邪气入侵 有一次我睡觉的时候 我梦见 其实很清醒的 我床头后面的墙是楼梯后 有个男人就站正在我睡觉 即我后脑后面 就看着我 然后她的右手 是拿着一支鱼叉 三叉 我就很害怕 因为她一直不动 看着我 我就念主土文 我想拒她走 又我念了主土文 之后 我就感觉到她很生气 开始变着我 而且不断叉叉 我就醒了 自此之后 如果遇到奇怪的事 我就不敢连主土文 我觉得会挑衅她们 被迫 可能无视她们 所以我从一开始很恐惧 慢慢觉得 算了 她除了吓我之外 她也没有做其他什么 我就会很生气地跟她们说 对不起了 对不起了 她们又好像没有很过分 我就会每次中容她们 无论她们多吵都好 我就会 要是哄她们 要不然就自己继续睡 或者你会认为 自己未必那么不幸 不用站得那么硬 轻轻接触到都没什么所谓 不过 跟着下来的这位嘉宾 他就用了十多年的时间 才摆脱到撒旦的魔杖 那时候自己相信自己 只是说一下 对吧 发过小便发过小 就是不相信那些有能力 没有紧要的 很多时候 你拜下没有紧要的 你发过小便没有紧要的 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入了什么会 拜什么偶像 要发小便 要读小便 要死小便 所以信了主后 过几月 就是在日本 那晚 就是那个魔者来找我 在夜晚 我们在日本 吃完饭 去喝酒 卡拉OK 我说没有了 我吃完饭 我回酒店 回酒店 觉得房间是阴风阵阵 可以这么说 我看到大落地窗门 对着一个 亮灯的十字架 是圆方 但我看下地下 有一个神庙 日本通界的小神庙 就是那些偶像 我和那些偶像 和十字架 成一直线 那种感觉是很特别的 好像有东西阻挡我了 我要追求神 但是阻挡 拉上去睡觉 但是半夜三点多 房间震 我醒了 有很多黑影进来 然后有一个青面的魔头 来跟我说话 他说Richard 你是叛徒 我要毁灭你 那便来了 那些攻击 不只是生意失败 什么家庭 直接是撕裂 又有官非被捕 很多攻击 有牧者跟我说过 你缺制之后 一定会有这个灵界上的争战 如果魔鬼来找你 你要祈祷 奉耶稣基督之名 我命你马上离开 那我就祈祷了 我就醒了这句 我说了几次 他就走了 我起床打开圣经 整晚就没睡 一后一路就追击我 追击我 这个追击不是几个月 而是十几年都一直追击 虽然在酒店遇到鬼 很多人都说 你打开圣经便行 但是就有牧者提醒过我们 圣经是记录上帝的话语 并不是驱魔匹邪的发起 而且要摆脱邪灵 也未必驱一次就可以 我们要倚靠上帝的大能 才能够真正地粉碎邪灵 四年前 我约了我两个女儿 在意大利见面 去佛罗伦斯 到佛罗伦斯 大家知道有个大教堂 Diomo 很大宏伟的大教堂 我想带他们两个去 他们都没有了票 因为很多是游客的季节 不知道是七月份 有什么票可以进去 那你上去顶看吧 就买了三张票 走上教堂的顶 但是之前那晚 魔者又来找我 在晚上的时候 在酒店里的房间 这个酒店其实是一些旧屋 改装的酒店 我见到他 他又会跟我说话 我也是奉耶稣 所以祈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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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祇 在这里画在壁画上 那个壁画是五百多年才画的 另外一边就是那个青色的头 我们在二千年在达高亚 在明古屋看到那个样子 两个都画在这里 原来我一直在追求名利之中 跟那个黑暗势力都建立了关系 距离要我还债 我明白了 那时候摆到这么高 就是骄傲在败坏之事 有名有利的时候我就开始败坏 一步一步的时候 走到一个低谷或是死亡 喉叶着 superiority neighbor 永远只收下来 幸好神像苏为了一个灵敏的神 他还回 Atlas我 熟寧增战是一场长期拉脚战 魔鬼输会拉长湊去攻其不備 无论魔鬼用哪种方式去攻击你 我们最重要的是 保持警醒 坚守对上帝的信心 上帝猜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 就为了除灭魔鬼撒旦的作为 并且保守他的儿女 不准恶者所伤害 圆主祝奉你 我们知道凡从上帝生的 必不犯罪 从上帝生的 必保守自己 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 约翰一书五章十八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刘晋鸟 叶卓 刘晋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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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东方又或者西方 都有来自魔鬼包装的唐衣獨养 令人以为玩鬼甚至乎交鬼 不单不得人驚 还以为可以带来快感和着數 玩瑜伽, 到底純粹是強身健體 還是已經無聲無色地 代入魔鬼設下的陷阱裡? 瑜伽不只是一種運動那麼簡單 它基本上是一種宗教的靈修 粵劇小生龍玉星 他天生有一對陰陽眼 他以為自己是救世主 但卻反被邪靈攪曉 面對這一切迷惑 我鄭子澄和大家一起高舉萬皇之王 《粉碎東邪西毒陰謀傳公糧》 11月26號晚上九點 《創世電視約定你》